那你花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考完了进阶执照 怎么后面还有个大师执照 请放心虽然名称叫做大师执照 但其实非常容易考 第一关360度飘移 按住方向键双击手刹车并按住不放 直到飘移指针消失的瞬间松开手刹车 按住反方向键即可完成360度飘移 就是这么简单 第二关270度飘移 操作的方式其实是一样的 假设前方是右弯的话 那我们就要按住左方向键 同时双击手刹车并按住不放 直到飘移指针消失的瞬间 松开手刹车同时按住右方向键 直到车头转至270度的时候 点击刹车滑向油门 这样就完成了270度飘移 就是这么简单 第三关倒车飘移 和前面两个技巧都是一样的操作起手 按住方向键双击手刹车并按住 直到飘移指针消失 松开手刹车与方向键 按住刹车 即可完成倒车飘移 就是这么简单 完成以上的挑战取得大师执照后 我们就可以在改装车库这边解锁新特性 提升倒车飘移的速度 哇哦那会带来什么改变呢 嗯并没有什么改变 不过考试所教的那些技巧还是挺有用的哦 尤其是这个270度飘移 如果我在热力追踪模式被警察追了 这时候就可以利用270度飘移 先向右起飘来迷惑警察 让他误以为你要回转 但实际上我们是要做一个270度飘移 直接下桥 光是这样一顿操作 基本上就能瞬间与警察拉开一大段的距离 最后成功甩脱逃离 所以说 这个大师执照所解锁的特性 或许并不实用 但里面所教的内容还是挺有料的哦 我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